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巴巴拉 中共在1980年至2016年期間 實施獨生子女政策時代 被流產或遺棄的數億嬰兒中 有一名女嬰很幸運 她被一位美國的好心婦人收養 她感謝她的生母沒有選擇墮胎 將她生下來 現在她致力於反墮胎運動 倡導保護未出生的嬰兒 邵漢娜·費斯 出生在中國廣西自治區 被收養後在美國明尼蘇達州長大 現在她住在華盛頓特區郊外 在華盛頓都會區 擔任美國學生保護生命組織的 國會大廈地區區域協調員 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 邵漢娜說 她被遺棄在廣西北海市的一個細合裡 當時她只有幾個月大 邵漢娜說 在我記憶中 我就知道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 中共給她們私家的壓力 一對夫婦只准生一個 尤其是在一個男性佔主導的社會裡 大家都想生一個男嬰 我知道我是眾多被拋棄的女孩子之一 我欠一些因為這一項政策而死了 現在為了協調研究未出生的嬰兒 邵漢娜打算參加SFLA3月份的全國性抗議活動 反對化學墮胎藥的非儲方銷售 達納斯坦卡瓦奇是SFLA的新聞專家和在線編輯 同時也是邵漢娜的朋友和導師 斯坦卡瓦奇指出 這是一種很危險的非儲方藥很容易買到 它影響了我們的公共健康 它令女性患不育症的危險提高4倍 而且不幸的是因使用這些藥而死亡的人數 在不斷上升 這些藥當然不應該出現在你當地的藥房 邵漢娜表示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 來自政府的壓力很大 親生父母只能作出遺棄邵漢娜的選擇 但邵漢娜很感謝他們選擇放棄墮胎 還給了一個可以得救和生存下來的機會 邵漢娜的養母希拉是單身 但她希望有一個孩子 當她通過名尼蘇達兒童之家協會 開始海外收養程序時 中國是顯而易見的選擇 因為希拉之前曾在中國留學 很喜歡中國人 希拉在孤兒院找到邵漢娜 當時她才一歲 隨著邵漢娜進入高中和大學 她對政治活動的興趣也隨之增加 邵漢娜計劃主修政治學 還在馬里蘭州議會工作 然後轉去SFLA的全職工作 成為反墮胎活動家 SFLA在美國最高法院舉行集會 最近在華盛頓特區為 應熱生存保護法 舉行遊說日活動 她們在大學校園內提供幫助 SFLA成員和支持墮胎的學生 面對面交流還分享信息 例如 和你一起這個項目 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活動 令女性可以得到各種幫助 包括聯繫收養人 2022年7月 當華盛頓特區議會 尋求通過立法以保護那些參與 幫助他人墮胎的人 那時候 邵漢娜代表SFLA作證還問 像我這樣的兒童值多少錢? 邵漢娜舉了一個例子 一名學生在SFLA校園攤位 和她交談後 對墮胎的看法發生了變化 邵漢娜說 我當時在聖馬麗山大學舉辦一個展覽 幾位對展覽感興趣的年輕女性 來到我們的攤位 我們問他們 人權應該由什麼時候開始 在看了展示未出生嬰兒擁有人性的胎兒模型後 他們同意任何9個月內的墮胎都不應該合法 我們很開心看到 這些女孩知道反墮胎運動已經來到這裡 還提供支持和保護生命的資源 在有爭議的女性被強姦後懷孕的案件中 邵漢娜有她的立場 邵漢娜表示 我們不應該根據某人受人情況 來給他們的出生證明制定等級 強姦是很可怕 這是可能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最惡劣的事 但對另一個無辜的胎兒犯客 另一次暴力行為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我們不歧視和貶低一個因強姦而受人的幼兒 我們就不應該對一個未出生的嬰兒做同樣的事 邵漢娜指出 她多次因為自己的反墮胎信仰而被欺凌 但只記得SFLA的目標是促進對話 還分享有關未出生胎兒的科學準確資料 她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義的 邵漢娜表示她喜歡做自己熱愛的事 她覺得她很幸運 因為她有一個很厲害的團隊 每個成員都來自不同的背景 但我們都可以團結在這個事實周圍 墮胎結束人的生命 我們會努力在我們的有生之列 令墮胎變得不可想像 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在2016年被正式撤銷 根據邵漢娜的說法 中國共產黨說已經阻止 說結束了3億人的出生 她覺得這個數字很可怕 因為在任何情況下 結束一個生命在道德上都永遠是不正確的 邵漢娜指出 中共製造這種死亡文化貶低子宮內的生命 我們這裡也有這種文化 這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對她來說 這就是為什麼為早產生命而戰 這麼重要 因為她反對這種死亡文化 麻木和非人性 羅素韋德案 是一宗被推翻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案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孕婦選擇墮胎的自由 受到憲法私隱權的保護 這案例是我們已經克服的障礙 我們的目的是令墮胎不止非法 而且令她不可想像 我們有一張海報、一張藍圖 我們希望女性覺得得到支持 因為女性不需要墮胎也可以成功 她們不需要墮胎也可以得到平等 她們可以有自己的事業、她們的夢想 也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但要做到這一點 她們需要我們SFLA的支持 邵漢娜的下一場戰鬥 是推動美國法律由受孕的那一刻開始 就保護胎兒 她還準備在馬里蘭州和華盛頓特區的大學校園 進行春季循迴活動抗以化學墮胎藥 邵漢娜想傳達一個信息是 生命是一份禮物 這是她得到的禮物 她可以繼續為這個奮鬥 還看到大家在比她出生的時代更珍惜她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Louis Chambers讚文在大紀元發表 今次的《紳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